你要直接从选与范围建立 在名称管理里面确定一下 如果你这个范围不正确的话 请你自己再去更定一下 更正一下 就从A2一直到A2万多 第二的话切回到名称 然后做什么事呢 判断一下 这个email信箱 在黑名单里面有没有出现 怎么做呢 插入函数 找到什么呢 最近使用过有conif 就他了 按确定 然后呢什么呢 F3 range指的是 你要查询的范围 就查黑名单 F3 有没有 就过来了 用他来指 刚刚 当然你不用这个名 不用这个名称 可不可以啊 要怎么样 切过去 选一下 可以啦 可是我觉得 那个方法比较 怎么容易做错 而且其实不方便 F3 感觉很优雅嘛 有没有 而且如果你这个范围呢 很常用的时候 F3就好了 以后的话用F3表示 你那个清单里面的资料 你给他有名称 有意义的名称的话 就非常棒 这个方式跟用资料库很像 一般资料库也会用到一些对照的这个资料表 其实用这个方法就跟用资料库很像啦 OK 好 那查什么呢 查他这个 他的email 就这个 查到了 会怎么样 会1嘛 或者是大于1嘛 如果这个email信息要在黑名单出现一次以上的话 那就表示有啦 那如果是0的话呢 那就表示没有 所以按确定 好 再来点两下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有没有 上面1的表示有查到了 0的话表示没查到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再来的话 也可以写个VBA 如果B栏是1的话 把它call到什么了 查询结果里面 有没有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再不然的话 有个方法啦 前面好像有讲过 这个好像有点 查询 call过来 可能跨了工作表 这个程式写你们 可能还没还没讲到 所以有个方法就是 前面好像讲过 删除空白例 如果是 假如说是 B栏是0的话 把它删掉不就好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比如说我今天 把查询名单 按ctrl键 call过来 对不对 按ctrl键就call过来 那保留旧的嘛 然后再写个VBA程式 写什么呢 如果它的B栏是0的话 就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 那如果是0通通删光了 剩下来的不就是查询的结果了吗 不就OK了 所以这个效率应该是比较高一些些 而且考量到各位尽量 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又不写程式 效率也很高 所以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OK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做的动作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把它放在那个 其他的补充资料里面 我觉得应该相关 而且这个都还蛮 那像之前同学有遇到 用问到那个 某一个范围里面的对照 有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抗衣服就很简单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 这个是黑名单筛选的范例 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 大乐透的 中奖几率的统计 如果你要统计 什么几率的发生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 Count if来做 Count if来做 里面的话一样 会有个范例档 会有一个什么呢 解答 那黑名单筛选也是一样 不过黑名单筛选 我做的方法蛮多的 就是说 可以用Count if之外 还可以用什么 比对字串 反正方法很多 我刚刚讲那个方法 比较简单一些些 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等一下再来讲黑名单筛选 如果你筛选出来之后 我干脆把旧的删掉好了 等于我复制一个过去 然后把如果的结果是零的话 那我就把那个零的部分删掉 其实前面有讲过啦 其实把旧的程式扣过来 改一改就OK了 好像在那个什么 逻辑函数里面还记得吧 什么标准不标准把 好像是把什么 标准的删掉 留不标准的 那做法其实是类似的哦 所以其实如果有时候 你忘了怎么去写那一段程式码 你就把什么第二次上课的那个逻辑函数里面的程式码 去找到扣过来改 其实就OK了啦 那个好像没几行 我讲过好像才一个回圈范围 再加上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 再加上一个删除 好像五行就搞定了 只是说回圈要返续回圈 从下面删回去 如果你从上面删下来 它会那个裂号会变动 从下面删上去裂号不会影响 OK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试试看 好 好 好